记者陈云桃园报道 桃园市目前已启用二座运动中心 第三座中立国民运动中心已确定8月30日是营运 可免费体验到9月13日 除了常见的游泳池、体势能中心及各类球场等 还有露天攀岩场跟棒垒球打击场 当天上午还有闯关活动 完成可兑换礼品及游泳健身体验券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位于中立区三光路广名公园内 共赤资5.6亿元 其中中央补助2亿元 打造出地下二层、地上七层的建屋 总楼底板面积近6000平 一楼为游泳池、SPA池 二楼为体势能中心、阅滤教室、飞轮室、桌球室 三楼是综合球场及露天攀岩场 四楼为多功能体能训练室、棋艺阅阅览室、五楼为雨球场、六楼为社区教室、七楼则是棒垒球打击场 设置数个球道让使用者投掷或打击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执行长胡舒华表示 8月30日上午9点起是营运到9月13日至期间平日中午起 假日上午8点起营业到晚上8点 如TRX悬吊式训练、皮拉提斯、拳击、以及勇训班等多元运动课程都可免费体验 各类球场也开放现场或电话预约三天内使用 胡舒华指出 开幕当天上午可到五楼服务台领取限量的创官集点卡 在中心内各点完成创官任务 就能兑换礼品一份游泳健身体验券一张 是营运期间报名后续付费课程 也可享优惠价且加赠游泳健身券一张